今天旅遊第二天 然後 照慣例我早上要選一個跟我伴遊的人 然後現在 35分 今天要吃的早餐就是這家 以現在的光像非常自然 現在在仙台 仙台車站 然後我們要去下一個景點 今天吃完早餐之後又要去下一個飯店 然後我們接下來有旅行社安排的很多行程 這是第二天的WOFAN 就這樣 我們來玩第一公園 這是仙台式的摩吊街 接下來行程是寫書法跟和服體驗 就是要穿這個很高調的襪子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行程之一和服體驗 今天就是一個無視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襪子其實也蠻特別的 好 這邊有一個小口袋 小口袋 再放手機 然後道具也蠻多的 看一下 女扇 衣服 還有 無視 無視刀 對 很神奇 然後就是我的今天造型 無視 登 我這邊寫錯了 DADY 而且J的一些 這是今天的作品 這是今天的作品 然後 對 他竟然叫一個 彰化人 來看這個大觀音 知道彰化也有大佛 知道嗎 人機啊 然後這個大觀音也是仙台 著名的景點之一 然後大佛下面我發現一個 很神奇的 的東西 對 這個非常嚴肅 不能開玩笑 他這邊有一個 供奉的塔 叫做 愛玩動物供養塔 真的真的 開玩笑 他下面都是 一堆 一些 已經 去天堂的動物們 經過那個愛玩動物塔呢 這邊就是 觀音的腳下 好大 看得到吧 好大 前面有個龍穴 我現在在 觀音的裡面 然後裡面的供奉 也不是供奉 就是擺飾了很多 觀音像 然後其實有點像彰化大佛 也是一樣的很多 神像在裡面 6樓 10樓 12樓 我現在在12樓 新墊 給大家看一下 摸的話可以有 祈求平安這樣 健康 這邊有個很神奇的石頭 然後御心墊 我猜大概是 心臟的部位 有個龍啊 神奇的石頭 然後這邊 可以看仙台的景色 然後繞一圈大概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比例圖 我們大概就是在這邊 觀音心臟的位置 所以應該是這個意思 御心店 OK 不是新店 御心店 唉唷 很驚 在 觀音的 六條大拇指 有夠大 哇 哇 OK LOGOV一下 我現在在仙台泉的Outlet 門口 然後在我身後 就是Outlet 現在是 大概30分鐘 只有時間 所以我只能 在門逛逛 這個日本Outlet 仙台泉Outlet OK OK Let's go 有沒有看到 沿路都是楓葉 還是黃色的 還沒變紅 他們說大概要在一個月 或一兩個月 所以 如果你們要來仙台玩的話 大概11月 會是最適合的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 接近 我以為會非常遠 有看到Outlet的嗎 旅館在這裡 所以可能今晚還有 可能晚上還有時間去逛 先大家看一下 這次住了旅館 這次住了旅館 這邊 有個小巧思 是他們的 鑰匙 是真的這種鑰匙 這種很貴 不見要賠很多錢 我大概花了一分鐘 一兩分鐘才開 他不是這樣開了 他是這樣 OK OK 噢 噢 Oh my god 天啊 Shit 這是四人房 然後 廚師 鏡子 你 對 西櫥 喔這是電視 OK 然後 我靠我靠 這邊有 按摩浴缸 淋浴間 又來了又來了 免治馬桶 OK 很棒 現在帶你們來看 我的窗外的景觀 哇靠 哇靠 噢 Oh my god 看 是剛剛那個outlet 有沒有 水利outlet 大概 三分鐘的路程 然後 這個下面是一大片的 楓葉 跟 小花園 喔 先說這邊晚上的景 跟白天就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會去那邊露營 我現在好像在國外 對我就在國外 幹我在公三小 掰掰是這樣 嗨 剛好從那邊旅館過來 然後發現他們其實有婚紗店 然後剛剛有看到那些景色 其實非常適合拍婚紗 真的是夢幻的地方 真的是夢幻的地方 這是 旅館的體驗課程之一 這邊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吃晚餐的露營地 後面就是夜景 帶大家看一下 晚上的夜景 浮面的景色就是這樣 叮叮 有點誇張 Hotelry的樣子 那我大概住這邊吧 對 終於有時間做一個ending 然後今天是第二天 那我現在在Royal Royal Park的房間裡面 然後其實這次的行程非常趕 成員裡面幾乎都是 全部都是部落客 只有我一個youtuber 真的蠻累的 然後現在已經 4點 11點半 然後我會利用這些時間 額外做幾支探險的 關於夜間探險的影片 難得來日本 對影片可能有點長啦 大概第二天在這邊結束 大概還有三天的旅程 然後這是第二天的ending 所以 搞不好會用搞不好不會用 快先這樣 掰不 搞不好姐 我行程 今天的 第三天的行程 就是一早 就是騎腳踏車 是有點下雨 所以我現在 全裝了 Woo